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上面就有差别 就是雇主明显的是苛扣 就是雇主他自己算一套进入的和离开的时间 然后雇员他自己算了一个 就发现这个中间是有差别的 其实就是做了一点点小手脚 就这么一个小手脚 当这个雇务员经历了几个月这样的情况 然后就跟我谈起来 这个完全可以去用劳工法来保护你的权益 因为确实这个我们的劳工法 我们的华毕师省的劳工法明确的规定 这个一天的工作小时最低时薪 另外当然不能可扣 这个更是很明确 所以我说完全可以运用这个劳工法 我们可以去小农法庭申诉 那这个职员呢 刚开始也是因为都是新移民 也不是很了解这边的法律 然后我刚才就介绍 说是这边的这个程序 是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故事呢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 就是雇主科扣雇员的工资 那我下边就想介绍一下 这个毕师省这个劳工法 关于申诉雇员 申诉雇主的这个程序 那么在我介绍之前 我先简单的要铺垫一下 就说是这个制度 我觉得让我们的移民朋友要认识到 它是那样的可操作性 是那么的简明 然后而且有一定的程序化 就跟我们从中国大陆来 我们的一些官方的机构 处理问题的一些 这个机制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我的印象中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妇女协会 妇女保护组 妇联 我们叫妇联 比如说 我用这个举例子 就是它的管理有点就是那种 家庭做坊的那种风格 不是这个很professional 很专业化 那么一个做法 就是如果比如说家庭出现问题 我们找妇联 妇联就会好像两边 比如说是 丈夫和妻子 然后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这个妇联的有一个人 就是中间调节 或者活悉尼 或者是做好人 或者是批评哪一方 是这么一个就是一个程序 而这边很不一样 等一会我给你介绍 你们会看到不一样 另外呢 我就还要分析 就是我自己在国内 我记得当时 刚刚成为了这个消费者协会 然后我就遇到一个消费的问题 我就很高兴 这样有个消费者协会 我就赶快打电话求助 想得到消费者协会的帮助 结果当我打进去电话 那个接电话的人 第一句话就把我吓一跳 喂你找谁 我当时一天我吓了 我说您是消费者协会吗 是啊你找谁啊 我说这个举这么详细的一个例子 给大家感觉可以分析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很不专业化 非常不专业化 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看到 这边的这个投诉的 这个保护劳工者权益的 是如何的标准化 专业化 程序化 而且可操作性 等等啊 这一系列 你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边 可以有一个比较 有一个看见啊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 介绍这边的这个投诉程序 第一 它就是在网上就有一个表格 好 你就可以去下载那个表格 那么它也在这个表格 也有附带着介绍 你这个你该怎么样的操作 你应该怎么样的去投诉 那么它有一套的一个表格东西 然后那个表格的设计也是非常好 比如说你想说的是哪天的事情 哪个公司的名字 雇主的名字 电话号码 然后呢 你觉得它缺欠你的 缺欠你的什么多少钱 然后是什么日子 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然后等等 整个都是表格设计 填起来也比较简明 也比较简明 然后呢 当然了 它还说到 就是如果你有 比如说附带的证明啊 材料啊 连这个表格一起 给它寄去 那么 当然第一步 它是 它是先要光寄这个表格 光寄这个表格 这是第一步 然后你把这个表格下载 填好 寄出去 它上面 表格上面也有那个地址 就告诉你 这么寄 寄出去 然后它立案 马上就会给你 而且那个表格上也介绍 如果这个一立案 它解决了日子 十五个工作日子 就是它这儿 不会有一个 就是让你 不着编辑 你都那个 它都什么什么 都是非常非常标准化 那个制度化 秩序化的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就是有这个日子的期盼 所以呢 就在不到十五天 这个就得到回复 回复了以后 就告诉你 要你提供你的 证明材料 那么其实这个证明材料 就是这个职工 他自己做的记录 在日历上画的 我是这天是 几月几号 我几点是到几点 几月几号 然后整个加起来 应该是多少大个小时 他给我的工资 是多少大 我们又附带了 有那个支票 他发的老雇主 给的支票 上面是缺欠的 缺欠的 那就寄出去 这是到第二步 寄出去 对方受理的办公室 收到之后 你们观众朋友们 感兴趣的话 你们仔细听 很有意思 他把这个就寄给雇主 你看他 首先当时我在帮着 做这个投诉的时候 我也就很惊讶 被这些程序 这些做法 因为我也满脑就想着 可能就先双方坐在一起 然后你吵我吵的 中间有个人在调起 调调好像是 但他第一步不是不让你们坐在一起 因为你说他说根本就乱了 他是先把 他有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里边 首先也能把什么双方的语言 能够集中焦点 说不会漫无边际 说得原理物理的 所以呢 他把第二步 他就把这个 雇员投诉的这个资料 寄给雇主 让雇主说 你说这个是 你来解释你的 你雇主 给你雇主说话 两边都给 这个受理 这个办公室的 这个工作人员 来要说你的 你的情况 所以当然 我们都不知道 雇主那边是怎么说的 但是你看他这边 这个制度 机制真的是 最后就能够 把事实澄清 最后保护 被剥削的那一方 那个弱者的那一方 总之这一步完了之后呢 然后就 我们就又得到了 那个 省政府这个 劳工法办公室 这个电话 这个联系 说是已经通知了雇主 让他上这个 那个听证 听证 第一次让他上听证 好像也是要等 有一个时间的日子 工作日子限制 然后也跟我们通知上 说的很清楚 如果他这次不来 我们再有第二次 结果他真的就没来 那雇主就不愿意出面 那他不出面 我们也就不能出面 对吧 后来然后 但是人家就发第二次通知 第二次通知上 我们就说的很清楚了 如果这次你不来 你再不来 就要上法庭 下一次的通知 就是上法庭 上法庭 那就是要 首先就要是 罚一万块钱 上面都说的 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是 你想逃也逃不了的 你想逃避 躲避也躲不了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步骤情况下 那个雇主最后就 得到第二次通知 他就出席 我们也最后也得到通知 说在几月几号 当然就是 你到什么什么办公室 或者什么地点 来出席这个听证厅 英文就叫 听证厅 好 那到那天 我就陪着这个客人 就一起到了那个听证厅 然后最后就是 一个小会议室 也不是像法庭那样的 就是一个听证厅 就是一个圆桌 但是长圆桌 雇主坐一边 我们坐一边 然后工作人员坐到 这个桌子的那一头 就像是听证一样的 他就是听 那就像我们看电视剧 法庭一样 但是这个是听证厅 但是听证厅 有些的步骤 跟法庭一样 就是你一方一方的说话 给一方十分钟说话时间 给另外一方十分钟说话时间 他是这样子 他不会是造成一种情况 你就吵得乱七八糟 是吧 就是让你一方一方的说 很清楚的说 那我记得很清楚 这个雇主呢 就在那说 他说的其实是 就不扣题了 他说是 他是很好心 帮了这个雇员很多 怎么怎么怎么的 然后我当时就帮这个雇员 雇员就说 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但是你现在缺欠我们的这个 希望你能够偿还 当然这样子说来说 一来一往 最后那个听证的工作人员就 问 可以赔偿 然后那雇主实在也是没有话说 不可逃避 然后从工作人员就迅速就打印出来一套 这个其实都是很标准的那个文件 然后上面写的是赔偿 而当赔偿钱的这个数量 也是双方写 本来我们申诉的是多少钱 然后跟雇主又说 最后协商了一个一个价钱 一个赔偿的奖钱 然后雇主最后只好点头 同意 然后那表打出来以后 上面就写的几月几号的钱 不是说是尽早尽快来付这个钱 而是说的几月几号之前 必须付这笔钱 付多少多少钱 说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最后那个雇主是回不溜秋的 但是呢 他在法律面前 他也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就跟我们握手再见 然后我们回去之后 我们当时还在那个签字 在这个表上都签了 双方都签了字 我们最后分手回去之后 那个雇主在定了这个日子之前 就寄了张支票给这个顾言 所以你看这个程序 你们大家看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操作性 很程序化 没有那种争吵乱七八糟 说不清理还乱的 那个作版 我就特别佩服的就是 这个西方社会这个法治 他能把很复杂的事情 能弄得理得 不是我们的文化说剪不断理还乱 而是理得非常清楚明了 而且是保护到 真正受迫害的那一方的利益 所以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 帮助的一个案例 给大家分析 希望我们的移民朋友们 到了这个国家 不要害怕 应该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而且你可以寻找到 帮助你的机构 如果你自己 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 完全有免费的帮助的机构 好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下期再见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及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被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